这个小球 它就像个小球 这个小球它把它是这样的 你破币就是它张开了 一旦张开了怎么样 它上面里面的营养什么 是不是最容易对我们怎样 吸收到对不对 所以前几年期术就破币 破币零食宝址的价格立马上去 因为目前 去学来胃来胃大 那怎么办 今天我为什么重点讲讲灵芝呢 灵芝不是说 今天跟大家要 一定用的 一小一小事情 我觉得是容易 往今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要吃肉类 我请大家尽量多吃一些 像类似于 羊肉类的东西 少吃猪肉 然后第一个时间 我请大家一下 我们中心有很多东西 也包括像 红水可服液 包括像我们的灵芝 包括像这个 浮尖金岛 这些都是可服的 我建议大家 还是考虑考虑 对 现在病毒传染的途径 最大的是 碎末 对不对 就是透过口水的场合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要是有人咳嗽打根体 你会把脸错过去吧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怕的是 他打根体 或者说咳嗽完之后呢 包括这个飞沫 站到棱把手上 站到这个 像桌椅上面 你的手去开了门啊 去摸了桌子啊 然后怎么样啊 手上粘了这个细菌 然后怎么样啊 眼睛痒了 你揉揉眼睛 鼻子不舒服了 你揉一揉鼻子 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呢 他非常这个 呼吸舍 吃完东西 咳咳咳这样一场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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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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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中间来做理疗 也是为了很重要健康 然后在吃东西之间 一定不要勤洗手 非常关键 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被大家讲到 然后我们接着了 近一段时间 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 通过一些方式方法 来提升自己的努力 刚才讲过了 继续了一点 不管怎么会 啊